同学们大家好 这次课呢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建立PCB的封装库 照例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复习一下上次课的知识要点 上次课我们学习了PCB设计中的规则设置 包括线宽的设置 一些走线宽度的设置 包括焊盘孔径 过孔设置 以及不同于焊盘的连接方式等 接着呢我们还学习了怎么布局元器件 我们学习了一些快速的指令 当然了最终的手工布局还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AD9还没有智能到识别我们什么样的元器件 针对的是什么功能 所以这部分我们自己心中有数 我们要自己去进行布局 自动布线中呢我们学习了怎么自动布线 然后手工调整 然后还包括学习了几种特殊的走线方式 包括差分队走线 蛇形走线 等长走线等 接下来就是DRC检查了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指令 Tools-DRC 这个指令完成以后呢 它就会出现 如果有问题的话 它又会出现一些警告 当然了这些问题都是之前我们在 规则设置里中所设置的问题 所以大家针对不同的警告 去解决相关的问题就可以了 这次课呢我们主要学习自制封装库 自制封装库呢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手动创建 一种是自动创建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一下 首先我们既然要做封装库文件 我们先要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一个库文件 当然这个是PCB的库了 好了这个也有一个圆点 我们看一下 如何找到圆点呢 就是用键盘上的会计键J加R 就是那个钩 加R就能定义到圆点 好了现在我们先学习一下 如何手动创建一个新的圆计键 选择Tools下面的第一个选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PCB library的菜单 浮动窗口 这时候我们新建了 它自动新建一个 然后我们又新建一个呢 就新建两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先改一下名字吧 叫什么呢 双吉他可以打 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电容 CAP CAP OK 然后我们电容很简单 放两个电容 放两个焊盘就可以了 要改一下引脚 因为这个AD9里边 它的自动引脚是从0开始的 但实际我们元器件上 是以1开始的 1和2 OK 这个是它的定位坐标 X轴 Y轴坐标 以及旋转角度 这个呢是它的X尺寸 Y的尺寸 然后说明是一个圆形的 这是孔径是多少 是圆的 还是方的 我们还是这个改为圆的 我们左侧可以改为一个方形的孔 OK 这个我们也可以改成方的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圆形 一个方形 间距呢 0 150M 这是00 我们把它改成100M 间距是100M OK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 做外边的撕印边框 我们先给它一个标号 我们再这个 再稍微再加长一点 感觉有点短啊 好了 这是正号 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外边框 好了 这个电容的封装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还有第二个 我们看一次做一个什么呢 可以做一个 二级管 这次呢 我们 这次呢 我们不自己画了 我们选一个 从这上面选一个画好的封装 看一下 这有一个 我们为了防止把其他线画上 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记得选中的时候 我的 鼠标的 圆心 这个十字的圆心 一定要是焊盘的圆心 这样我们方便我们定位 好了 我们复制过来 Ctrl V 我直接把 你看现在我鼠标的点 就是在这个 焊盘的点中间 直接把它放到 对应圆心的位置 好了 这样就OK了 我们的第二个元气键也搞定了 DLD 下面呢 我们开始用 下面呢 我们用PCB的元气键向导来创建 一个元气键封装 选择Tools Tools 选择这个选项 然后 我们选择一个 QAD的 一个封装 这是让你选择单位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估值单位 选Next 然后这是设置焊盘尺寸 我们把焊盘长度设为 1毫米 焊盘宽度设为 0.22 选择Next 然后这是显示 第一个焊盘的 管角是圆形的 圆弧形状的 然后第二个是 之后的 其他的都是方形的 OK 这是线宽 0.2 OK选择默认的 然后Next 这是管角间距 间距这个我们选择 0.5 这个选择0.5 这也要选择0.5 这个呢 选择1.75 Next 这是代表第一角 然后代表旋转的尺寸 我们选择默认的 然后Next 这是角位 我们这个选择 每排16个 关角 横排竖排都是 每排16个 Next 这是给它起一个名字 我们就选择默认的好了 然后Next OK完成 我们看一下这个关角 是不是很漂亮啊 从第一角 然后一直到第64角 好了 现在我们把之前 电容板上这个拽出来的原件恢复了 撤销也不行了 快捷键就是Ctrl C 撤销 诶 怎么又 Ctrl Z OK 回去了 好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还有什么知识点啊 就是PCB 知识点的回顾了 PCB整个知识点回顾 首先是要熟悉 这个PCB的界面 一些下拉菜单啊 一些主的工具 蓝呀 包括它的层的概念 顶层 底层 四印层 禁止不限层 这几个常用的层的概念 以及阻汗层和膝膏保护层 这几个层的概念 都要熟悉 然后原理图生成PCB呢 就是肯定是原理图 在之前我们讲了原理图 怎么进行编译 其实我们最后直接导入 就生成PCB文件了 规则设置 刚才这次课之前呢 我们也复习了一下 就是用这个Decision Rules 这个命令 然后进行一些指令的设置 其实这个设置 是为了我们后面 DIC检查做的一个工作 也当然了 它也同时 让我们在布线中 就自动的遵循这些规则 布局问题呢 是怎么自动去分布这些原型件 然后呢 还需要手工布局 自动布线 然后以及几种特殊的走向方式 然后DRC检查 还有这次课我们学到了一些自制封装库 然后还有哪些知识点没学到呢 没有可能没有涉及到呢 我们正常走线可能没有仔细的说 大家正常走线就用这个质量直接走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默认的是45度 在走线过程中呢 我们按Shift加控格 可以改变走向 Shift加控格一次 现在是圆弧走线了 可以看到这个转角的地方是圆角了 再按一次就是90度 看变成90度走线了 再按一次 又是圆角 再按一次 任意角度走线 又恢复到45度走线方式 又是圆弧了 大家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是 在我们走线中 根据我们设置的线宽 其实有一个推挤不线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条线 先把它切换成45度 我们一般常用的是45度走线 然后 这个还没有 这个还没有影响这个规则设置 如果影响了的话 看一下我们这个走线 就是它有一个推挤功能 实际上我想演示的是 你看我这样自动就把这条线挤上去了 就把这底下的线挤下来了 就是这个功能 实际上我们在手动不线的时候 可能经常会用得到 这个非常方便 不然的话像我们以前 我们要改这条线 我们先要把这条线动一下 我们先要改变这条线 把它移上去 我们才有空间去动这条线 现在是我们直接 几上几下都可以给它 设置一下 这是一个推挤功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原理图设计中 我们学习了怎么批量修改原理图的一些参数 PCB呢 当然它也有它的批量修改的参数的方式 比如我们选上这个 还是找相似的目标 点OK 这样全选了 然后比如我们要改它的高度 现在它的是1.524 那我改成1.2 然后线宽呢 现在它就改了 自动改了 1.52 0.152 我也改成0.12 OK 好了 现在它改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参数 看一下这个参数 高度是1.2 线宽是0.12 OK 看看这个呢 高度是1.2 线宽是0.12 我们再验证一下 再改一下 找到相似目标 OK 线宽 我现在还改回 1.524 这个改成 还连点眼 线宽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改回来了 高度 1.524 OK 没问题 我们再随便找个其他的 1.524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参数是1.524 OK 没有问题 这个参数的高度呢 也是1.524 证明我们刚才改动 是成功了的 我们再选一个其他的 OK 都成功了 好了 好了 是不是感觉 PCP设计也很简单呀 当然了 还有一些深度的知识 在我们的工作中 和学习中 还要去慢慢积累 深度挖掘 其实 AD9的 用到的功能 可能我们学了 只有20%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在 学习过程中 工作过程中 继续努力去挖掘 它的功能 更加方便的应用于 工作当中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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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